小哥的声音 就同你说一下吗 你知道吗 就这四个人 他们的某一个地方 都有点像 跟你说的那个有点 拿不准的就是这个 浅蓝跟绿 绿是吧 其实绿的话呢 也很像 也很像 就是他稍微有一点这个处理 就和他原唱不太一样 好谢谢 小反的小哥 秦川 我觉得第一个 按我的推理应该就是小哥 就是浅蓝色的 然后那个粉色给我感觉 我一下就跳出来 因为它有点带抖音 就是那种技巧 它有点用了过了 紫色的 好像唱高音的时候 太过于用力 浅蓝色 如果不是小哥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够高明的 确实是 是 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两个是基本上 那怎么办呀 让姐姐代表吧 那压力更大了 反正错了不怪 别怪我 对啊 什么东西 那就得怪我 三位评审 请统一你们的意见 好 OK 请宣布你们的选择 请宣布你们的选择 请问第三名 是什么颜色 第三位 我把它写的是紫色 好的 第三位是紫色 现在呢 我想请三位告诉我 你们心目中的第二位 是什么颜色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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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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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好紧 没有 哦 好的 现在现场只剩下两位哦 一位是第一名 一位是最后一名 那最后一名呢 将离开我们的舞台 所以姐姐 请告诉我第四位的歌手的色彩是哪一位 粉红色 粉红色 想要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答案都看不出来 这个是最懂得隐藏的观众 是吗 是的 是的